第八百四十二集 蓝城知府魏景彤皱着眉站在墨宇面前 盯着墨宇看了许久 就在白赫然等人 几乎要以为自己的伪装没有骗过他时 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别哭了 先上车再说 有随行的官差将白赫然一行扶上马车 魏景彤也一并上了去 两辆马车调转了头进了蓝城 岸边的船家这才松了口气 船老大问那些船工们 这园外夫人的手是怎么回事啊 所有人都摇了头表示不知 船老大抹了一把汗 大冬天的他都吓出汗了 也不知道园外夫人伤得如何 不过看样子魏知府是没打算追究 但愿不追究 他们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来了两辆马车 但回去的人却都挤在了一辆里 另外一辆马车是空跑回去的 墨宇由白赫然和冬天雪陪着 对面坐着蓝城知府魏景彤 魏景彤当然是不知道 对面这三人究竟是谁 他只是不停地打量自己这个妹子 还有他身边这两个丫鬟 墨宇不高兴了 哥哥你是在做什么 我远道而来你不接我 现在我上了你的马车 你又不关心一句 你看看我的手 我的一根手指头没了 你就不问问是怎么回事 船上的人都说你纳了美妾之后 性情大变 我还以为他们是瞎说的 何着这都是真的了 以前你可不是这样的 以前你带我好着呢 现在这是怎么了 魏景彤又看向他的手 虽然还没说话 却已是思绪翻滚 张家镇柳家有钱 这他早就知道 他的妹妹就嫁到了柳家 这些年来 两家往来也不断 妹妹几乎每两年 都要回一次蓝城娘家 她也经常会托人 往张家镇带些蓝城特产 兄妹俩的关系一直都不错 再加上家里还有老娘在 所以这个亲情可以说是十分深厚 但最近这几个月也不知为什么 她开始一点点地跟妹妹一家 生疏起来 甚至发展到后来 开始惦记妹夫的钱财 还动了谋财害命的念头 这种念头一旦兴起 就一发不可收拾 她开始找各种理由 跟柳家要钱 甚至借着老太太 想念外孙的理由 将柳园外的独子 给骗到了蓝城来 以此来威胁柳家 拿出更多的钱财喂饱她 这种一再索取 终于遭到了柳园外的拒绝 她一气之下 秘密派人将柳园外杀掉 还威胁她的妹妹不许生长 否则就杀了孩子 柳园外死了 她还想得到 那个藏在外头的宝库 她记得 以前妹夫喝醉酒后 曾经提起过那个宝库 话里话外的炫耀 说是柳家的财富 都藏在那里头 她也知道 妹夫就是个铁公鸡 这辈子最爱干的事 就是赚钱和攒钱 十两银子都往宝库里头送 所以她断定 那个宝库里的财富肯定不少 妹夫死了 想要得到宝库 就只能从她妹妹这里下手 于是 她命妹妹来蓝城 还是用孩子作为威胁 目的就是问出宝库所在 同时 也要她妹妹按下手印 将妹夫在外的产业 全部交给她 其实 她原本并没有对亲妹妹 动杀心 毕竟是亲妹妹 心里总有些不忍 可就是在几日前 她的爱妾同她说 做事就要彻底 斩草不除根 后患是无穷的 她认柳夫人是妹妹 但柳夫人未必就肯原谅 自己的哥哥 人家都知道 是你派人杀了她丈夫 还掳了她的儿子 不跟你拼命才怪 到时候柳夫人再怂恿老夫人跟着一起闹 她不但要失去一个妹妹 还很有可能失去母亲 与母亲相比 妹妹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只有一不做二不休 将柳家一家三口全都杀了 方能平安无事地得到柳家的全部财富 这是爱妾的话 她对此深信不疑 于是派人找到阿兰 将杀人的命令布置了下去 阿兰是她的人 是从前被她派过去保护妹妹的暗哨 却没想到几年保护 最终换来的是一个杀令 但是阿兰也没有选择 她虽然去保护柳夫人 但却始终是魏景彤的属下 主子下令 她只能执行 不但执行 还得在事成之后取了柳夫人的手指头 用来进行文书画押 以便顺利过户柳家在外的生意 魏景彤想着这些事 脑子里产生了一瞬间的混乱 突然十分诧异 自己为什么会性情大变 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产生的这种变化呢 为什么明明从小就疼爱的妹妹 现在她居然要对其痛下杀手 而且只是为了钱财 她不是爱钱的人呢 她做蓝城之父这么多年 从来没贪过银子 不该拿的 她一文都没有动过 现在这究竟是怎么了 她想不明白 头开始疼了起来 最近几个月她经常性的头疼 在家里时 爱切会帮她轻轻柔柔地按上一阵子 慢慢也就好了 可是这会儿却没有人帮她按 以至于她疼得脸都发了轻 一口牙差点没咬碎了 这才将这阵疼痛给挺过去 疼痛过后 之前的迷失感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对眼前这个妹妹的怀疑 明明都已经死了的人 为什么又活了 魏景彤眯起眼看着面前的人 他与妹妹一年多未见 但并不陌生 眼前这位的确是她的妹妹 再加上手虽然经过了包扎 依然能看出是断了一根手指 可是阿兰明明已经得手 并已经提前下船回到卫府了 今日的船靠岸 应该是发现一堆尸体 然后向衙门报案才是 她还一直在衙门里等着报案 甚至连怎么哭都想好了 因为爱切告诉她 一切都要做得像 不能让人看出任何端倪来 至于这案子怎么破 她也已经想好 就栽赃给船家 反正人是在船上死的 船家无论如何都脱不了干系 到时候将船家一抓 画了鸭问了斩 死无对证 这案就算结了 可是现在她这个妹妹又活了 不但妹妹活了 两个丫鬟也活了 魏景彤又开始打量 白鹤染跟冬天雪二人 白鹤染办的是小局 很像 冬天雪办的是猪云 除了稍微瘦了点 也很像 魏景彤还是一年多以前 见到过这二人 不可能在意胖瘦问题 故而也没有发现不妥之处 两久 她终于开了口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会变成了这副模样 墨语暗里松了口气 能跟她说话就好 说话 最起码承认了她是妹妹 如果只是一直打量 就说明还有怀疑 怀疑就不好打开局面 弄不好还得翻车 叫人很紧张 哥哥终于肯开口问我了 我还以为哥哥不在乎 我这个妹子了 墨语先发了一通牢骚 方才进入正体 哥哥可还记得 我身边的阿兰 原以为是个忠心的 却没想到她居然向我下毒 还砍了我的手指头 她将受伤的手伸给魏景彤 看了看 然后又收了回来 我已经是个死过一回的人了 连这两个丫头都差点 被那阿兰给毒死 好在当时风浪大 窗晃得厉害 把我们都给晃吐了 倒是把毒药给吐了出来 可是人醒了 手指多就没了 哥哥 最后我可该怎么办呀 你可一定要替我报仇啊 哥哥 她说着 呜呜哭了起来 那阿兰一定是图了财了 我来兰城带了不少银票 全没了 连碎银子都被搜刮干净 下船的时候 都没有银子搭上船工 很是丢人 哥哥 如今 我没了相公 后半辈子就只能依靠哥哥了 哥哥哥不能不管我 魏锦虫点点头 犹豫着道 大富的死 他问的是柳大富 是那柳园外的名字 大富死得惨 墨宇又哭了起来 他是被人谋财害命的 那人杀了他 还抢了我们柳家的钱财 如今柳家都被抢空了 就剩下藏在外头的宝库了 大富临死前 让我赶紧回兰城 投奔哥哥 且不可继续留在张家镇 否则会有性命之忧 我这不就赶紧收拾东西来了 却没想到半路还是操了毒手 哥哥 你说那阿兰怎么那么狠呢 就为了点银子 他值得吗 魏锦虫的脸阴的 都能滴出黑水来 这个妹妹的话 让她觉得好生奇怪 因为明明柳大富 是她派人杀的 而且还留了话 让她立即来到兰城 将柳家的生意和宝库 全都转教过来 否则就杀了她的儿子 可是眼下到了对方口中 却成了不相干的人谋财害命 其他的一句不提 是她这妹子在装傻 还是这期间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她白思不解 却还是要假意安慰一番 知道你不容易 没事了 到了兰城 自有哥哥为你做主 不会再要人欺负你 至于那阿兰 待回府之后 我会立刻派人去查 一定会将人找到 墨宇一边说着谢谢哥哥 一边继续哭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几次都差点抽过去 白鹤染在边上扶着她 也跟着巴搭巴搭掉眼泪 但借着泪眼朦胧 却是将那魏锦童子细大量 只觉这人状态异常 特别是两只眼睛 瞳孔偶尔会出现快速收缩的情况 就那么一下一晃就过 却还是被她瞧出端倪 瞳孔有变化时 这位魏知福就会出现一顺的迷茫 那种感觉就好像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 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说什么 像是对自己所作所为极度费解 对自己正在说着的话也完全不能接受 陷入了强烈的自我怀疑当中 但也就是那么一瞬 一瞬过后 她就又恢复到现在这般模样 无情无义 满腹杀心 魏福到了 下车时 墨宇哭着汗了声 母亲 这是远嫁的女儿对母亲的思念 也是想告诉老夫人一声 她的女儿回来了 可是魏知福却拦了她一下 也不让下人去通报老夫人 只是对墨宇说 我见你状态不好 似乎是发着热 许是手指处的伤发了炎 一会儿 我叫大夫来给你瞧瞧 先别打扰母亲了 她老人家年岁大了 可经不起你这番哭诉 再瞧见你的手 又该心疼了 万一把她给弄得 着急上火再病一场 咱们可谁都担待不起呀 你且好好养着 养好了身子 再去见母亲 说完 推了墨宇一把 推得墨宇一个亮脚 然后就听到魏景彤 在她身后吩咐 带姑奶奶到后院里去歇着 再请个大夫来 说完 又不问了墨宇一句 你这伤口是谁给你处理的 我瞧着 包得还不错 那种破船上还有大夫吗 墨宇红着眼圈说 是住在隔壁船舱的 一个大妹子帮着给包的 她家相公腿脚不好 她常年伺候相公 久病把她熬成了衣 我这手就是请她给处理的 哥哥 我真不能见见母亲吗 魏景彤摇头 果断拒绝 不能 朋友们好 我是本书男主 君慕林 对 没错 就是被白鹤染迷的神魂颠倒的那个没出息的 希望 在大家的支持下 我能反转地位 成功逆袭吧 鲁清竹播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